你好腼腆啊 主持人好 你已经被唠了一下 谢谢 你经常这样被女生亲吗 没有第一次 那你刚才怎么不反抗呢 我都不知道 你应该学会抗拒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小峰 来自大连 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到这来啊 我今天来有几句话想对于 月月说我希望主持人能给我一些时间 我给 我当然给了 你现在就说吗 现在 好 接下来有请你们找到各自的位置 接下来是月月的告白时间 小峰 今天我 月月你先别说 先听我把话说吧 月月 嗯 你很勇敢 很优秀 也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其实 之前你向我表示你喜欢我的时候 我都感觉到了 嗯 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希望你听了之后不要激动 月月 我不喜欢你 对不起 我为了你做了那么多 你为什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 你为什么不在办公室说 你为什么不私下告诉我 我怎么能不激动 什么不激动 你让我丢人的吗 我早上 每天早上 在你上班的路上 我就开车等着你 我笑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上班 我家庭条件再好 对你有个大架子吗 我做什么都是亲力行为 我为你做早餐 每天放在桌子上 你不是中午也怕我累 帮我买咖啡吗 我怎么不激动 你明明是爱我的 我希望每一分钟都跟你在一起 多余的时间 连剩下的时间 下班这种事 我都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 你告诉我你不喜欢我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你别碰我 你什么意思 我是爱你 然后你到这来丢我的面子 你现在抱着我做什么 你算你可怜我吗 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把话跟你说清楚 之前你为我做的那么多 我也有回应 是因为我觉得我亏欠 你知道吗 我不光对你一个人这么好 我对办公室所有人都这样 因为我觉得每天上下班都很辛苦 可能我对你的好 对你们的好让你误会了 你是感觉你欠我的吗 难道你让我在办公室拒绝你 这样你会很没面子 那我现在就有面子了吗 这么多人看着就有面子吗 同事看着就有面子吗 你是考虑到我了吗 你考虑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今天来还有第二个吗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之前在公司 我为什么从来都不知道你有喜欢的人 我之前在公司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你 一是因为我 我怕你丢面子 二是因为我喜欢的人 就是咱们办公室的人 我一直忌讳办公室恋情 李小峰你怎么回事 你你不喜欢办公室恋情 你还喜欢咱们咱们公司的人 你为什么没有提前说呢 你为什么突然到这个时候呢 你不喜欢你 你不是不喜欢吗 我今天来 就是想跟你把话说明白 谁 其实我之前一直喜欢的人是雨菲 天哪 对不起 月月 其实你没必要 三次你就很删了我一巴掌 这次你又这样 我心很疼 你没有必要再说对不起 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我想都想不到你会喜欢飞飞 我哪里比不上她吗 没有你很好 我没有她好吗 你为什么会喜欢她 我哪做的不好 我没她漂亮吗 我工作不好吗 我哪比不上她 你很好 你很优秀 你在工作上是我得力的伙伴 你知道吗 但是咱俩真的不合适 咱俩性格真的不合 我喜欢温柔一些的 但你太强势了 你知道吗 怎么知道我生活里什么样 我可以改 小峰 我只是一女人 你就这么伤害我 对不起 我就说了啊 这个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喜欢你 这块就行 也有喜欢温柔的事 我来问一下后面的那几位姑娘里面 哪位是宇飞 是穿白衣服的那位女生吗 你好 你好 吐了 飞飞 哦 你好 约飞她喜欢你 你知道吗 对不起 今天我过来 是想帮你 加油鼓劲的 我作为你的好同事 好朋友 我不知道 现在我刚才说什么 你之前不知道小峰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 那你以前 习惯小峰吗 因为小峰很帅 所以 应该办公室里的每一个女生 都有一些 仰慕吧 飞飞你你下来说吧 咱们来现场说 咱们把话说清楚 你真要她来现场 我想让她来现场 你已经把自己憋到绝路上了 你还得往自己身上踢一脚 来现场我们把话说清楚吧 你要你要是真喜欢她说 小峰你就你就告白 你要是真喜欢你们就在一起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大不了我当一位红娘 我我心里也会好受一点 我也能挽回我的面子 真的 真有这么大气 飞飞也来现场吧 没关系 我问一下雨飞 你是被吓到了 还是有惊喜 我没有没有惊喜 我只是想跟月做好朋友 我们一直做好同事 做好同事并不代表 你一定要把爱情拱手让人 这个月月让你来到现场 你愿意来吗 你你来吧 飞飞我们把把话说清 我们也会不会尴尬了 我我肯定不是这 不会在这个公司了 你们俩好 我我可能心里会 这样吧 给那个雨飞一点考虑的时间 好吗 把第二现场先关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开始要说清楚多好啊 因为之前在公司里 公司有明文规定 你开始拒绝他不就是了吗 你开始不要说明公司的明文规定 你就说你不喜欢他 他以后他会很没面子 我俩在工作上 他现在不更没面子吗 他现在还后面还有你 还说说你喜欢的女生 他更没面子 面子往哪搁 我确定一下 你今天说的这些话 不是唐色吧 不是理由吧 是真话吧 真话 你上次你跟他说的是唐色 他说以办公室制度为名 拒绝了他 你没有说你直接说不喜欢他 今天你说的句句是真是吧 是真 是真是真是 你 什么 什么 神 拒绝 神 神